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而却步 因为怕再受伤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取舍 还是不管有能力就付出 即使事后知道被骗 再来懊恼及生气 这也是修慈悲心的一种吗 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爱心的人 有些时候就是会伤党的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因为没有爱心的人 他本来就是不去做这些事 所以他也不存在 赏党 有爱心的人有些时候会赏党的 这个可能也许比较难眠 但还有一个 自己要看自己的智慧 这个是不是真的是需要 这些人真的是需要 比如说我们望上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某某病人 要懂收入没有钱了 什么什么 然后就有联系方式 最终把这个电话打过去了以后 他们说就是需要钱 然后我们找一些人去看的时候 实际上就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这个已经 他已经有 不仅仅是已经抽到了这个足够的钱 还有多余的 但是他也不会说我已经够了 有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当然也不是所有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 毕竟这些都是烧鼠 因为是烧鼠 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事情存在 所以我们不去做那是不对的 做应该是做 但是选择心的稍微要聪明一点 这样子是对的 这个其实应该是大家都知道 我给你们回答实际上等于是没有回答了 还有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说不管不去观察 要观察 就付出 然后事后被骗了 我现在想起来了 同情心跟这个爱心跟慈悲心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同情心 有同情心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慈悲心 同情心是什么呢 同情心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特别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可怜 我们也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样子 然后这个慈悲心呢 然后这个慈悲心呢 不仅仅是觉得他很可怜 而且我希望他能够离苦 能够得乐 西方有这个 这个同情心跟这个慈悲心的两个不同的这个感受啊 这个他们也观察了 我们的脑部法师出来的这个脑颠簸都是不一样的啊 那其实是不需要脑颠簸 这个我们自己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病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很可怜 特别特别可怜 可怜 有一个自己也很难熟 那这个叫做同情心 但是这个不一定 我希望他这么怎么样 不一定有 可以有 但不一定有 然后不仅仅是我觉得他很可怜 或者是我自己难受 还有在这个上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 我希望他能够离苦 能够得乐 那这样子就是变成了这个 这个慈悲心 那同情心跟慈悲心有一点点不一样 爱心跟这个慈悲心呢 一般的爱心跟慈悲心应该是比较相同的 当然这个佛教里面讲的四五两行里面的这个慈悲心 跟我们师祖讲的爱心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深度 广度 都有不一样的地方